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可以就點贊、訂閱、分享 如果見到有廣告可以的話可以看 拜拜 大家好Chris 今天分享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 又說移民 太多新聞了 香港移民潮始終 覺得香港 都看不到什麼希望 肯不說話 你也知道國安法 照著底下 香港會更加 繁榮穩定 更加好 東升西國 中聯辦說的 香港政府自己說的 哈哈 大家也很相信 他說的話大家都相信 另一件事 英國小籍不會外地人炒貴樓價 公投通過禁止 售賣非住的物業 賣給你 你不是用來住就不賣給你 一定要自住才賣給你 我想是這樣 分享浪文之前 就講講這單新聞 大家聽聽錄音樂說什麼 好早之前已經有這個想法了 其實因為 因為自己做的行業都比較特別的 就是幫一些可能航空業有關的行業 所以都想試一下出外闖一下 我們想享受一些退休生活 始終香港的樓價實在太貴 其實一講起都500萬以上 實在經盡一般的市民其實很難支持 政治環境會越來越差 而且香港也不太看到有什麼希望 可能你一輩子的薪水都不相差很遠 好像向上爬不到 越是這樣不如去外國又重新開始過 而且福利也好一點 我們想去加拿大 首先因為他的移民途徑很簡單 因為他在那邊讀完書之後 就馬上可以取得到PR 澳洲那些可能是約後五年 而且覺得那邊歧視也不太嚴重 而且人們都很友善 所以就選擇這個地方 今天都主要想來看看英國 其實都看過幾次展覽的 這次也第三次了 小朋友出生之後都開始會想想小朋友的學業 也都看到香港的學業就有填額色 好像很辛苦 升學是佔大部分 另外就是可能一些關於政策上面的時期推動 我們都看到一個明顯增加的趨勢 例如就近的時候 政府開始要求打針 其實那段時間有些未有打針 或者擔心自己的長期病患資格不能夠續簽等等 這些都會加速了移民的意向 英國其實他的門檻沒有BNO的話 都真的相對比較高的 一定超過十倍以上的了 其實現在都有一些朋友 各樣的東西都會過去去英國 也都有一些朋友在英國回來 也有網過找工作的情況之而是來的 所以其實都擔心就是在那個 上班、搵食那方面有困難 我經常都跟自己說 最慘的就是去做初務員 只要你接受到這件事 其實就不是一個困難 自己都已經建立了這件事 我就覺得OK的 馬四都要落地走的心態 日常人士進來的時候 都會提供一些他們個人的 或者他們家庭背景的資訊 都會顯示到他們的收入 或者他們的資產正值 都是一些相對比較高的 可能就包括了一些叫專入人士 所以我們都會叫做可以看得出 這一班高收入高資產正值的人 都是有意欲去離開香港 其實不同的國家 可能在疫症之後 都想吸入一些大量的人才 其實他們都會特意去出發 在近來都推出了一些新的簽證 去吸入全世界人 很多家庭都不是說可以一時三刻 說現在想走就馬上走到 他們都要一段的時間去預備去準備 我們始終都沒見到 每年的移民人數有下降的跡象 所以其實可能都會繼續維持多三年左右 整宗說完了 其實一講起移民 都很熱的 我想英國 不是香港也很熱的 因為我昨天那集都說得很清楚 Chris那個年多前 離開香港的時候 那些人都覺得 你怎麼這麼蠢 你怎麼這麼傻 沒有很多機會 升職你都不升 你怎麼這麼好人工 你都放棄了 你真是超低能 可能今時今日 可能真的不知道誰是低能 哈哈哈哈 因為你宣了一輩子 到處都去不了 哈哈 還要找多個幾年之後才會後悔 所以其實 真的很幸運 你去 怎麼看這件事 我自己 永遠都是覺得 我買東西 看東西 看的事都不太錯的人 最多是 看得比人 早一點 所以我當初 我也這麼說 不用想太多 你只能接受到 接受不到的 你自己 想想 你自己怎麼處理自己 我自己 所以我自己 真的 很快就決定了 頭尾都不夠 十幾天 我已經決定了 然後就馬上賣樓 所以我就 現在就是 收成期 讓你快一點 買便宜 房子便宜 買房子便宜 便宜 早點 開始 融入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 你們自己想 我老婆 也有個同事 前兩天 打電話來 何無預警之下 突然之間 來了英國 但她又不知為何 去了百明巷 我其實心想 百明巷 我都知道 資安一向都是 沒那麼好 消費又是便宜 第二天 沒那麼好 不知為何要選擇 就這樣說 你 即是 選擇到的地方 自己 未下來之前 看清楚 資安好不好 消費 高不高 自己行不行 才好下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亦都看到有些人 分享了 說 有很多地區 有些人在賺食 幫人找工作 找中屋 搞東西 搞了所有文件的東西 是說 不知收四萬多元 五萬元 我不知道收多少錢 我看得到數字 我就幫人抹廣告 其實這些事 不用找他們做的 我說真的 因為 你落到來都做到的 中屋 如果你是沒有收入證明 這件事比較難搞 我經常教你 你多入一些香港人群組 哪一區都好 你去曼城 曼智斯達 加勒斯哥 或者我都沒有 你去入這些群組 就可以了 有些人有些人 會扔一些租本出來 你就跟那些人租 價錢也合理 當然是不合理 你不要租 其實為什麼要 解手於人 要被人賺幾萬元 我真的不明白 那些什麼 Council Text 很難嗎 其實我比較難 申請讀書教學 Council Kris哥的影片 有了 我說真的 我的影片有了 如果你新來看 Kris哥 我今天再跟你說一次 其實看開Kris哥的頻道 那些舊情動資 我在這裡 在我的YouTube網站 影片那裏 影片那裏 有一個 不是不是 在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 這裏有一個叫做申請教學 有很多英國的申請教學 你按進去 你會見到的 我裏面都有的 所以 所以 其實你這些錢 不用被人賺的 Kris哥 其實有拍片 教你們 無論是船運 申請Council Text 還有這一堆 這裏有一堆的教學 你可以進來看看 哪些適合你 適合你 十六歲以上人士 去警察報道 都有 說真的 那一句 我這個網 你記得 你看劇集中 有描述內容 有相關網站 教你怎樣 登記註冊 怎樣 想看影片內容 資料 怎樣 所以 Kris哥的影片 我不敢講最新 但我有拍過教你們 所以 這些錢 你覺得要被人賺 就被人賺 我覺得其實不用被人賺 真的可以省下 因為他收你四萬多 五萬多 六萬元 他真是肥仔 他真是肥仔 我不敢說你笨 但問題 我這些錢 其實真的不用被人賺 你想清楚 賺錢是很難的 尤其是在英國 賺錢 你說以後可以 難又可以 我不覺得很困難 但問題 都是錢 何必要給別人賺 真的 說真的 說完了 這件事 說完了 另一件事 就是現在 有很多地方 樓價搶貴 近日 有些消息 我不知道 那些人在哪裡 看新聞 某些KOL 說 英國樓價 有機會 跌兩成 很脆 我也不知道 真是假的 那些人 下跌 為什麼呢 通脹也這麼厲害 股市 一向都說 股市 走在經濟前面 股票 不停下跌 潛穩水 有機會 S&P 有機會 潛到3,400 基本上 現在什麼都很划算 無論是TESTA 都是630多元 那 Kris哥今天忍不住 TESTA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了 還有八多點跌 希望再八多點跌 大家可以稍稍稍稍稍稍 看看會不會升上去 因為所有事情都是 五穷六絕七翻身 看看7月會不會翻身 說回這個內文 就說 樓價 被人抬高了 禁止人 買來不是自住 已經有些小鎮 已經這樣說了 又這樣說 股票跌得很高 你說樓價會不會跌 我覺得會 你自己要看路之亭 因為 英國樓是升了的 我經常都說 你們要考慮清楚 才買樓 英國樓價持續飄升 民眾難以上車感到不悶 英格蘭 不約克運 沿海小鎮 周一舉行公投 最喜歡大比數通國禁止 非自住人出售新物業 這個優惠比兩成物業非自住人持有 民眾抱怨外地人推高樓價 不知道是哪些外地人 大家心裡有數 不過公投並沒有法律約出力 真是大比數 接著 優惠 給周一舉 無約出力的公投 決定 否禁止 向投資者等 非自住人士出售新落成現有的物業 公投結果顯示 有2,228人當中 有93% 市民贊成 僅7人反對 以大比數通過 也不想你們買樓放租 令樓價貴了 支持方案的52歲居民 表示 他居住街道約有40間房間 他居住街道這麼誇張 當中6間由當地人持有 其餘都是來自倫敦的人持有 倫敦人很慘 不關香港人事 還有人批評 當地人炒高樓價 他在附近的房屋 售價達到29萬磅 或者270多萬磅 絕對 當地人有能力負擔 當地議會去年 稅收紀錄顯示 有兩成的房屋 出租用途 並非首置形式持有 對比01年只有8.1% 非自住的房屋 過去20年大幅上升 不是自住的人越來越多 用來炒賣 當地平均流價25萬英鎊 即是238萬個米 但居民平均年失得1.8萬英鎊 即是18萬個米 難以負擔 也是很難負擔 早買早享受 Chris哥也是這樣說的 早買早享受 遲買 沒那麼好 我心也沒那麼穩定 我自己也很支持 那些人買來自住的 炒賣就不好了 你要想一下 很多外國人真的沒有錢 尤其是他們一加息 通帳一加息 沒有錢便會便宜樓 到時 滿地都是蟹貨 所以 Chris哥 你有聽說 Chris哥也叫他等等 我真的不是今天講的 我講了很久 當然 我沒有水晶球 我也不知道 事實是怎樣 但是 智慧告訴你 股票也跌到 你的樓市有什麼理由不跌 是正常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留言給我分享 拜拜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